大埔寨劇村發生謀殺案 一個62歲的男人被藏褥焗死 他52歲姓羅的妻子被捕 警方星期一下午大約1點 將疑犯納回村屋重組案情 他戴著頭套 步伐緩慢 走路時一直微微彎腰 需要探員左右扶住 有探員拿著白色的眼卡板做道具 模擬涉案的藏褥 警方初步調查顯示 疑犯懷疑趁死者調整床板架時跌倒 用床架和床褥壓向死者 他因涉嫌謀殺被捕